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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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踏進店裡 立刻被各樣的燈飾擺設給吸引 讓人彷彿置身在日本的深夜食堂 這間小小的咖哩店 每到用餐時間總是高朋滿座 顧客絡意不絕 而它如此受歡迎的關鍵 就在於它咖哩醬汁的迷人風味 我們咖哩醬有四種 一種是墨魚汁黑咖哩 然後另外一種是黃咖哩 還有一種是那個北海道湯咖哩 然後再來一種是紅酒 茄汁 咖哩 這四種裡面的話 像那個湯咖哩的話比較複雜 因為它本身它要滷那個雞腿 要滷四十分鐘 然後從前置到做到好 差不多要花三個鐘頭的時間 才能夠把這個東西給完成 它的口感我覺得我個人是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跟日本當地的咖哩 我覺得蠻類似的 因為它那個墨魚 這個咖哩應該是為了一點心味 可是它完全沒有腥味 表示它的食材非常的新鮮 每種醬汁都得以手工拌炒的方式 耐心的將洋蔥炒至焦黃色 再與其他配料均勻混合 接著倒入黑糖中 以細火慢慢攪拌熬煮 才能成就出咖哩醬美味香醇的口感 咖哩試吃時間 已經聞到咖哩的香味了 所以現在放在我們桌上的都是 這裡的招牌 對 沒錯 這個是我們的那個炙燒乳酪醬 豬排咖哩飯 這道炙燒乳酪醬豬排咖哩飯 可是店裡的人氣No.1 一口咬下乳酪的鹹香在嘴裡蔓延開來 讓人忍不住想再多嚐幾口 越吃越開胃 而第二道店裡的招牌料理 火炒牛燒肉 蔬菜咖哩飯 以大火快炒的燒肉 配上香醇的咖哩醬 組合成令人意想不到的好滋味 這個肉很入味耶 對 而且我覺得通常聽到五花 就會擔心太油膩 但沒有 對 它其實是很剛好的 就是油跟肉的部分是很均勻的 因為我們那個是用 先用那個 我們自己製作的那個燒肉醬 難怪就是那個味道 入到那個燒肉裡面 對 我今天吃的是火烤牛燒肉 蔬菜咖哩飯 那因為它的蔬菜的種類也滿多的 就是不會只單吃到一些什麼花椰菜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喜歡吃肉 喜歡吃蔬菜都滿可以滿足的 對 最後一道重量級的餐點 則是超變態惡魔霸王咖哩飯 不但一次使用三種肉品 還搭配了柳葉魚和新鮮飽滿的炸蝦 加上大量的生菜及水鍋蛋 讓前來挑戰的客人能大口享用美食 吃得美味又飽足 而其實店內的每道料理 將經理都不惜成本 打造成份量十足的豐盛特餐 那我維持經驗的部分就是 餐點送上來之後 完全跟圖片一模一樣 完全不會有圖片誇大不實的感覺 然後再來就是 分量超級澎湃 對 就一個男生來講的話 我覺得他的分量大概可以供1.5個男生來做食用 然後他的咖哩醬汁讓我吃完到最後 一口飯的時候咖哩醬汁還有很多 所以是跟其他的地方不同的部分 雞排很嫩 配著蛋吃很入口 滿大塊的 對 很大塊 除了大份量的餐點 店內也提供了各式小菜及炸物 另外店裡還有販售獨特的湯咖哩 期望帶給顧客更多樣化的選擇 曾經旅居日本將近十年的江經理 回台後以道地的咖哩風味 擄獲了許多饕客的味蕾 然而在這段歷程中 卻遭遇到父母相繼離世的打擊 讓他一度無心經營生意 然後所以那時候就是傷心吧 然後很想他們 然後結果就是都沒有把 沒辦法把心思放在工作上面 有很多客人的一些鼓勵 所以覺得說不振作的話不行 所以那時候就重新開始 從領開始 江經理透過顧客的鼓勵與支持 能以積極樂觀的心東山再起 並藉由咖哩的香醇濃郁 繼續帶給每位顧客 最溫暖的幸福滋味